你听过印度孙悟空的故事吗? 今天咱们聊一聊印度悟空哈努曼 他从小是一个窜天神猴 一用力就可以窜到外太空 甚至可以吞掉太阳 原来他是师婆的楼陀螺分身 出生后师婆为了不让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 就喊来风神法由教他本领当他爹 所以世人都称他为风神之子 童年时期陪妈妈去丛林干活 肚子饿了就让妈妈去做饭 妈妈做饭期间 他等着受不了了 抬头看到天上的太阳 还以为是个大果子 心想吃到嘴里肯定嘎嘣嘴 于是发挥自己窜天猴的天性 摆好姿势 纵身一跃 竟然窜出十万八千里 一下干到外太空 直奔太阳而去 而这时有个人头也在追逐太阳 此人正是九要星之一的罗侯 定期吞食太阳造成日食现象 他看到有个小屁孩和自己抢太阳 就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长久以来 只有自己才能完成日食月食 现如今一个小屁孩都敢吃太阳 于是就来到天地樱陀螺面前告状 樱陀螺听后一脸震惊 心想难道又有哪位大神将士了吗 便来到现场勘察 他看到是一个猴子模样的小屁孩 也不问问孩子有啥背景 上来就是一顿嘲讽 还用自己天地身份威胁孩子 哈努曼可不知道天地是什么鬼 只知道现在肚子很饿 得先填饱肚子 于是直奔太阳而去 就在他张大嘴巴要吞掉太阳时 樱陀螺祭出他的金刚柱 正中哈努曼面门 把小猴子干晕掉了下去 从外太空掉到地球 即使没被金刚柱砸死 也要摔死了 果不其然 哈努曼彻底凉凉了 老爹风神闻讯赶来 看着凉凉的大儿子 一气之下罢工不干了 世界瞬间一片死寂 云不动 树不摇 水不流 浪不起 无数生命因风神罢工离世 严魔都忙不过来了 率先来到丛林劝法友 其他同事也来找风神上班 但风神不接受他们的请求 除非儿子复活 随后师婆和范天也来到这里 一番商量之后 决定复活哈努曼 神力复活了自己的分身 见哈努曼被复活 因陀罗来到这里 在下跪求原谅 说不知道是天神自家孩子 自己出于保护太阳不得已而为之 师婆又一次原谅了他 为了弥补哈努曼和父母的精神损失 众位天神纷纷给予赐福作为补偿 因陀罗赐福哈努曼的身体 比金刚柱还硬 太阳神苏利耶赐福他拥有渊博的知识 在造福世界的过程中 永远扮演重要角色 严魔赐福他不会畏惧死神 永远不会经历生老病死 接下来是三项神的赐福 梵天赐福他可以到达世间任何想去的地方 没人能阻止他的脚步 师婆则赐福他永远拥有跨山越海之能 将成为智者中的智者 拥有一些美好品牌 以后被世人称为金刚碧莉士哈努曼 以及封神之子哈努曼 你敢信吗 印度孙悟空竟然可以吃掉太阳 天地因陀罗为了阻止他 用金刚柱把他捶死了 但他的背景比较强大 是至高神师婆的分身 而且将士的使命还未完成 所以被师婆重新复活 还获得了一众天神的各种赐福 新生被赐福后的哈努曼精力旺盛 好奇心丸皮度特别强 干啥都有事无恐 到处搞恶作剧 将猴子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一切也源于他无尽的求知欲 四处提问搞辩论 仙人们几乎被他问了一遍 见他就头疼 全都避之不及的感觉 这天他听说婆利谷仙人能预测未来 就找到婆利谷仙人提问 但婆利谷自顾自冥想不理他 哈努曼一气之下 竟然敲碎了妆化的痰 婆利谷被他激怒 通过神力得知 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 于是诅咒哈努曼会忘掉 众神赐福他的能力 哈努曼立刻乖乖认错 但婆利谷仙人无法解除自己的诅咒 便将诅咒修饰了一下 到时候经过有缘人的提醒 哈努曼会重新觉醒众神赐福的能力 接下来的日子 哈努曼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整天垂头丧气提不起精神 安静到反常 师婆来答疑解惑 将他拥入怀中 告诉他在得到答案前应该先休息 同时也该让世界安静下来 就这样 哈努曼在山里一睡就是18年 而罗摩经过多年的苦修学习 此时早已长成大人 练就了一身本领 师父众有仙人带着他们来丛林举行火计 罗刹再次来搞破坏 陀扎家女王亲自出马 提着八米大刀来到火计现场 他先是吐出一口千年没刷牙的灼气 然后分出多个分身 罗摩十分淡定 拉满弓弦 转了一圈 搞出分身朝向四面八方 仅仅一招就消灭了陀扎家的所有分身 陀扎家把身形无限放大 罗摩一跃而起 在空中射出箭矢 直接命中他的小心脏 送罗刹女王领和范 他的两个儿子纹身赶来 罗摩又是一箭 把小儿子射飞 大儿子也被他一箭射包 小儿子随箭矢直接飞出1300里 到了棱家王罗波娜这里 解决陀扎家帮师父完成火计后 一众天神献身丛林 纷纷为罗摩送上祝福答谢 师婆送他完人的称号 梵天送给他梵天法宝 帮他克敌制圣 其他天神也一一献上礼物 罗摩一战成名开始扬名天下 正所谓英雄配美人 接下来就开始找老婆结婚了 而他命中注定的老婆也已亭亭御御立 西多的老爹正要给他举行选序大会 而这次大会也比较特殊 因为同时也是师婆神宫的伙计典礼 谁能拉开师婆神宫 谁就是西多的老公 众有仙人带着罗摩一群人去参加典礼 他们中途路过乔达摩仙人的静修林 导师给罗摩讲了乔达摩夫妻的故事 当年英陀罗变成乔达摩仙人的模样 玷污了他的老婆阿赫里耶 乔达摩发现后就诅咒阿赫里耶变成石头 只有罗摩用脚触碰才能变回人形 罗摩听完这个故事 便准备解除阿赫里耶的诅咒 他脱掉自己的个性凉拖 光着脚丫触碰石头 下一秒 石头果然变回了阿赫里耶的模样 被戴绿帽的乔达摩感应到老婆回来了 就重新回家向老婆道歉 两夫妻重归于好 乔达摩在拜见皮尸奴化身的罗摩后 也完成了正理经的编写工作 很快到了典礼这天 众位国王王子齐聚于此 正当举行拉弓比赛时 却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棱家王罗波娜开着他的二手云车过来了 罗摩还能不能娶到老婆戏多 点赞关注看下集 你以为这是孙悟空出世吗 其实这是猴神哈努曼 造成天地动荡的原因也不是他 而是因为皮尸奴的第七化身罗摩 在西多公主的选序大会上 罗摩拉断了大天侍婆的神功 原本罗摩并没有参加选序 但是在大会上 一群国王竟没一个可以拿起侍婆的神功 无论是人类的一国之君 还是阿修罗的国王 他们根本挪不动神功分号 从中午举到晚上 上百人轮番上阵 第一天结束后 选手全都以失败告终 千里之外的罗伯娜竟然也要去尝试 她不顾老婆的反对 海美其名曰是为了拯救西多 自己曾经是师婆最虔诚的信徒 除了自己没人能拿起她的神功 不能让西多嫁不出去受世人耻笑 在选序大会的第二天 罗伯娜开着她的二手云车 不远千里赶到了现场 很是骄傲地介绍自己的丰功伟绩 海以曾经是师婆最虔诚的信徒侃侃而谈 在长篇大论嘴泡了一击过后 开始在众人面前展现实力 只见她伸开双臂向天借了雷电之力 汇集全身气场全开 看着确实很吓人 但是一顿操作猛碌 在神功面前却成了二百五 使出吃奶的劲也没能拿起弓箭 不仅是全场的焦点 更成了最大的笑柄 面对众人的嘲讽 罗伯娜要气疯了 她向所有人发起挑战 有本事就上来举弓 比她弱的人根本没资格嘲笑自己 她料定了没人能举起弓箭 东道主也认为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 不该以举功抉择女儿婚姻 葬送了她的幸福 因为这片大地没有能生出卓越武士的母亲 罗什曼娜听到王仙的言论 瞬间炸锅了 她觉得这不仅是看不起他们 更是对母亲的侮辱 如果有必要展示 她抛制大地 犹如玩乒乓球一样轻松 哥哥罗摩更是强大的无可匹敌 当众吹捧哥哥六十分钟 罗什曼娜不愧是皮尸奴坐骑射杀的化身 对哥哥崇拜的不要不要的 都把罗摩搞得脸红了 下次转世把哥哥让给他走 随后师父中有仙人开始发号示令 让罗摩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强大 而罗摩自己也想娶汐多 因为他们早已喜欢上了彼此 在神宫祭典前夕 汐多去丛林采花 罗摩也因师父要求去摘祭祀用的花朵 两人冥冥中仿佛被什么吸引 不由自主地朝对方走去 整个丛林都弥漫着恋爱的味道 两人相遇的一刹那 纷纷坠入爱河 没有什么言语能描述他们的情感 仅仅一眼就已是万年 从罗摩出场那一刻 西多就认定非他不嫁 罗摩来到拉弓台 轻轻抚摸弑婆神宫 随手一马 便将神宫举了起来 这可惊呆了一众老铁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罗摩是皮尸奴的化身呢 罗摩那气的转身就走 不远千里竟然是来找侮辱的 随后罗摩上好弓弦 拉弓向天 力量无比强大 竟然把弓弦都拉断了 瞬间地动山摇 不仅是地球晃动 就连犯天界都受到波动 三界大佬全都被惊扰 印度孙悟空也破山而出 重新醒来入世 这波能量足以毁灭世界 英陀罗赶忙来求世婆出手 师婆运用神力吸收了这股能量 让世间重回平静 之后在万众瞩目下 罗摩和西多喜结连礼 互相为彼此带上结婚花环 在仪式即将结束时 突然被人打断 原来是吃斧罗摩过来了 他是来找拉断世婆神功的人算账的 西多上前向他问候 由于他今天是新娘 吃斧罗摩便赐服他老公可以长生 国王准备好好款待吃斧罗摩 吃斧罗摩却坚持要干长 准备把拉断世婆神功的胆了 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断公之人 正是自己刚刚赐服长生的新郎 而且同样是皮尸奴的化身 之后罗摩承认是自己拉断了神功 请求吃斧罗摩的宽恕 但吃斧罗摩怒气难消 他们会淡起来吗 点赞关注看下集